好 禁禮是用來規範自己 不是拿去衡量檢驗別人 這個很重要 真的 如果你有回來反觀 回來內行的話 你會言以律己 寬以待人 但如果你沒有回來反觀 照見 淨化自己的話 我們常常會言以律人 寬以待己 知道嗎 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就是對自己寬以待己 像這個 我們就要把它改變過來 戒律是用來規範自己 不是拿去衡量檢驗別人 要持戒律的精神原則 不要持死的戒條戒相 但這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如果戒禁曲結沒有破除 那眾生就容易被戒條戒相所束縛 所以你要正道出國 那個戒禁曲結就要破除 破除戒禁曲結並不是說不持戒 也並不是說被戒條束縛住 而是你會有智慧去持 那個分寸你就能夠拿捏得準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戒禁曲結 如果這方面沒有突破的話 戒律本來是要協助你減少二元增加善緣 但如果你牽涉智慧的話 你會被戒律把你束縛死 結果扣掉戒律本來是要幫你解脫 就好像說 我們看那個小束 如果我們旁邊用一些棍子把它支撐 因為我們剛才穿到沒落過的時候 用一些支撐木把它捆綁 把它支撐著 像這些它是要協助這個束怎麼樣呢 是要協助它穩定 協助它成長 但是如果你一直以把這個撐住 穩住 綁住為主的話 那後來這個束呢 它會被捆綁住 它沒辦法打 所以我們要了解就是說 以佛陀當初來講 它是這樣就是說 因為這怎麼樣呢 我們繼續說 希望戒律方面大家真的持到精神的原則 那如果要在戒律戒條上面這樣的話 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那個紛爭 會很多很多 那這樣只會阻礙你修行解脫之路 那像當初佛陀它是怎麼樣呢 因為最初的時候人多 素質好的時候 不是啦 最初人不是很多 然後素質好的時候 所以大家所規定的那個戒條規律不用很多 只要講一些原則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只要講一些原則就好了 所以你真的有智慧的話 你會遲到那個戒律的原則 精神 不是說越多越好 不是越多越好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還有 我看有一點 有一點 還是講一下好了 不過這講了 又怕容易引起一些見證 不過跟大家 還是稍微講一下 跟大家做一個勉勵的就是說 一般眾生不容易看到你內心的內行 但是很容易從你的外表 外向來看你有沒有修行 這樣知道嗎 所以很多人他就從一個人 這個人有重點嗎 走路有這樣做穩定的嗎 我們很容易 當然這是一個學佛修行的過程是不錯 但是結果因為很多人 重視照片看照片 結果會誤導一些修行人 就會變成在戒律在外表上面下功夫 這樣的話 這很容易誤導一些人只看外表 這樣不是很理想 所以真正重要就是說 我們要持戒律的這些精神原則 但是 就是不要只是光使那個死守一個空殼子 一個外表 還有你戒律不是做給別人看的 知道嗎 如果你持戒律是做給別人看 這裡面有什麼樣的動機 除了有自我以外 還有這裡面 如果你持戒律是要做給別人看的話 這裡面有 你要去看到 有明律心在裡面 這樣知道嗎 真正要修行的話 你持戒是要減少二元 增加善元 不是要做橫框的 但如果你把戒律成為說 你要很著重一些外表 但是你本身出世間法卻沒有很重視 那真正那個深口意的清淨 卻不是很重視這方面的清淨 而只是重視一些戒律戒條方面的這些的話 你要做給看的那種心態的話 那這個背後裡面是有那個明律的染濁 有染到 我們要去看到 希望說 我們大家這一點能夠看得到 這樣你就可以避免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們講這個不是要引起見爭 引起紛爭 不是 而是希望大家真的能夠去看到 避免我們有染著 有污染 避免有污染而沒有看到 好 因為污染經驗很容易獲得名利 知道嗎 這家人可能不容易 把它造成登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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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針對專心 這個我們點到為止 我們希望就是說大家真的重視的是實質 重視的是解脫的實質意義 要把佛法的這個解脫道真的走出來 放下一切的名利 慈戒就是為了減少惡緣 增加善緣 慈戒就是從慈悲為出發 這樣的話 那你那個精神原則你就能夠掌握住 OK 我們現在再來請大家看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還有就是說 包括說慈戒方面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大家是用來規範自己 不是拿去衡量別人 那希望就是說我們真的要有無限的胸襟 無限的雅量 我們覺得怎麼樣做比較好 那你就這樣去做 那最好大家能夠多包容益己 多包容益己 這樣一方面我們的胸襟心胸不斷的擴展 一方面也可以減少不必要那些紛爭紛擾 多包容益己 你如果覺得說你日中一時很好 那你就這樣做 但是不要否定那些沒有日中一時的人 如果你覺得說你不持經營很好 有助於你修行 那你就這樣做 但不要否定那些有接觸到經營的人 其他也是一樣以此類推 你覺得說怎麼樣做 能夠有助於我們本身身口意的清淨 怎麼樣做有助於我們文思修正 解脫到能夠走得又平又順 所以這些都是以我們怎麼樣去做 能夠真正快速又安全的到達 解脫到為主為核心 對其他的人我們多包容 除非他是你的學生 他要跟你學習 除非他要真的有心要請教你 你才跟他講一些看法 讓他參考 不然的話我們盡量不要去界定別人 這樣對還是錯 我們保留空間 好 這詞節我再請問一下 因為目前台灣來講 基本上就是用五屆來擁有一個表現 那剛才老師講我的感覺是 對在家人來講 反正不是收集去包容人家 反正被別人有點排斥 或是希望別人來包容的這種狀況 那如果說以比較自在的角度來看的話 現在對於這些在家人 像有工作的人 你關五屆一個吃素一個酒 就造成變成是人家排斥的對象 所以說如果說以自在的介意的角度來講 事實上當時設定了這麼嚴厲的話 對於在家人來講 反而他在接引上變成被排斥的一個角度 這個如果說剛才是說包容別人 事實上是別人沒辦法包容你 反而你是一個意念 這個角度老實在看老實在自己 這個介律是不是再稍微彈性一點 這我是一個角度 我的感覺 本來介律就有相當彈性 本來介律就有相當彈性 你真正持戒很嚴謹的人 如果說你沒有走在這個出世間法的解脫道上 那你還是只是在表在表象上面而已 那你是要外表還是要核心呢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真正能夠氣入體會到出世間法 佛陀所跟我們講的怎麼樣才是真正的解脫道 怎麼樣才是真正佛法的核心 如果這個核心你沒有扣住住的話 那麼你只是舍本而足摸 不是說持戒不重要 持戒也是要協助你去扣住那個法的核心 這樣子 所以只要扮得本不籌莫 這個並不說戒律方面就不重要不重視 並不是這樣 基本的這些要守法守戒這些要有 那我們能夠做多少我們就盡量去做 不要變成說戒律行程 是你的那個修行上的一個障礙 這樣就失去那個一 還有戒律方面 有時候我不願意講太多太深了 因為就算那個大律師 像那個弘毅大師 他是個律師 這個大律師出來 你都很難很難制定一套出來 讓人家幸福的 再來 我們如果要講更深度的就是說 真正有嚴格回來淨化自己看自己的人 他越少去挑別人的是非 所以一切是回來反觀 淨化我們自己 除非這個人他要跟你學 要當你的學生 你才去指出他哪些方面要改 哪些方面要修正 不然的話我們多尊重 多包容 我這補回幾句 像我們成立十幾年來 我的感覺 譬如說為了這個戒律 有些家庭可以造成困擾 譬如說你吃素 你先生沒有吃素 兩個就幹什麼 像在工作上 你吃素 譬如說有應酬 像我們工程上 你就是變成一臉 所以變成說你不是說氣感化來講 你變成被人家這個好像怪獎 這個戒律變成另外一種 對於這個修正 就像我們在講這個佛教徒來講 就變成另外一種 對他來講他是一種素 所以當時 要是我現在來看 這種規則的話 這融獲有一點點彈性的話 反而他對於接觸眾生來講 反而機會比較多 你變成這樣子一樣 要求的這樣子的話 你自然就變成一個 跟他一個不同調的 一個不相在的一個人 所以這個是不是要怎麼講 不錯啦 本來其實就相當有彈性 就是很有彈性 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是要看他的那個心態 而不是說看外表 這樣 但是當時 其實國慶以前 我們去年 有一位印度的 國教一些 對那個畢業的 來這邊講 那個 佛教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講到 那介意並不是說 我先制定一些介意 讓人家要進走 那是因為那個生產裡面 有人犯了介意 那人家就犯了犯 做錯事 連大家認為錯 請問佛教 這個這樣對不對 佛教不對 那有種犯 他才找 那就加一條介意進來 介意是有人犯了出來 介意自訂的 譬如是說 先規範一些公約出來 最初有制定幾條 重要簡單的一些規約 公約 公約幾條會有 再來更詳細那些 那個介條那些 那是不錯 那是因為有人犯了這些 然後再覺得有必要制定 那再制定這樣 而很多後來是因為部派又分了 那它是因為針對不同的地區 他們的那個社會道德的標準的這些 然後來一個界定這樣 這樣子 所以佛陀有講到說小小界可捨 有些界律方面 它是要因地因死而調整的 這樣子 所以對界方面的 真的就是我們要持到那個界律的精神原則 從慈悲心來出發 大致上這樣就不會錯 從能夠減少我們的惡緣 增加我們的善緣 這個原則來出發 就不會錯 從我們的良心理性來出發 這樣就不會錯 界律是來要求我們自己 不是拿著界律的詞去衡量別人 這樣就好 如果你覺得說持這樣的界律 對你的修行有益著不會形成障礙 那這樣你就去做 如果會有障礙 就像剛才有人提到 就說那這樣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說在這個社會這樣活動 很多的那個界律會形成很大的那一種衝突 一些內心的一些衝突 那像這方面如果有這種情況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樣一種用智慧去調整 那個衝突可以擬平的 可以消失的 OK 好 再來 二十一章 守護六根 守護六根 這裡是 第一節是講到不守護門 然後後面這一段是講到善守護門 不過這個二十一章 守護六根跟後面三妙行這個是有連帶一體的 剛才界律方面 除了說我們回來要求規範我們自己以外 再來就是說大家在持戒的時候記得要拋下那個名利心 要拋下名利心 當然也許這一點在家人可能比較還沒有體會那麼深 但是有的人有像我們這裡也有人短期有出家過的 他們也看到比較多的所以這個他就體會比較多 因為我們這些資料以後出家中聽的他們一樣會聽到 一樣跟大家勉勵的 持戒記得不要為了名利 那我這個再舉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有一次我跟就是說在某個地方聽幾位我們台灣的出家眾到緬甸去出家 然後回來台灣 他們到每天現出家鄉的時候穿著藍產的制服回來台灣 他們就例行脫波的生活 後來有一次聚會他們就在一起聚會 然後在那裡討論討論一些心得討論脫波的這些乾苦 因為真的在台灣你要實行脫波制度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你常常脫空波這個都很正常 不然就是人家就是要給他們錢 因為我們這裡認為說供養 供養你錢沒問題 但是如果他們受藍產界的話 他們不吃菌營 不然就是你脫波 那就一袋的這個水果就給你 然後他撒住 不吃又不行 然後又吃又他們都吃那些 所以他們就在那裡談論那些 所以他很多人實行幾個月的那個脫波生活之後 往往胃 身體不是受不了不然就是胃的那一種很難 常常都是胃 胃怕怕一些 容易胃很不舒服 那他們講一些乾苦之後 那其中就有一個人就講說 有時候好像有人問 奇怪那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堅持脫波的生活呢 那有一個人就講 這裡面還是要讓人家肯定說我們是修行泛行清淨者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在背後他想說 我們是穿藍產袈裟 那我們是穿那個 我們是要逆行脫波 所以他背後他 當然這個講得也很帥子 他講說 覺得說這個背後裡面 他們受這些風風雨雨 受這些哀愕 身體的那種 把身體弄得常常這樣 胃很不舒服 這裡面竟然他有解析出來就是說 裡面有要讓人家肯定 要讓人家讚嘆的那個心態 這樣的話 不是很理想的慈戒精神 這不是很理想的慈戒精神 當然如果說 在台灣能夠漸漸力行說那個脫波制度的話 那這個很好 因為你脫波方面 本來他就是要讓出家人讓修行人 你把你的各種的慾望降到最低 把你的我慢降到最低 那個都是在摸我們的我慢 再來 你慈省脫波 他又可以跟眾生 怎麼樣 對 結善緣 跟眾生有接觸 讓眾生有那種不失的法喜 有這樣一個結善緣 有因緣 可以進一步跟眾生 如果有因緣的話 可以跟眾生一個法上的回 不失法上的回饋 所以本來那個脫波 那個意義就是要 就是剛才講的這兩點 要減少我們的我慢 減少對事死裡面出團死的那種慾貪 那種慾死這方面 所以那個都是要減少慾貪還有那個降輔我慢 再來一方面 因為你實行脫波生活的話 那你生活可以比較越單純化 你就有更多的時間在於文師修正 以及弘法這方面 所以本來的制定都是為這個 絕不是說我實行脫波生活 然後可以讓人家肯定 可以讓人家認為說我是一個喚醒清淨者 我是一個修行的聖者 這樣的話那個意義就沒有掌握到 所以同樣的這個是跟大家提出這個 讓大家互相勉勵的 就是說不要忘掉了那個本質 OK 是另外的 好像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有兩個要去見佛陀 然後不是在河邊的時候也好渴嗎 他要喝那個河水嗎 因為你也餓死 他說那個渴死了 水裡面有浮有浮 他那個渴死了不要去喝 另外一個喝了他見不到佛陀 是不是也就是介立的 我想這個 這個還是暫時保留 因為這個沒有答案 你要怎麼樣做 你當下用你的智慧去判斷 這樣知道嗎 你很口渴的時候 你要不要喝水 你用你的智慧去判斷這樣就好 OK 沒有答案 我們這個沒有標準的答案 剛才講的脫波制度 是從印度這樣慢慢傳到中國以後 因為中國的社會看不起說 你出家人才到外面要吊飯 所以他那時候在中國的時候 就慢慢出家人怕人 被人家這樣誤會 所以脫波制度到中國來就行不通 沒有實踐 沒有實踐 剛才講的那個是說最近這幾年 那台灣也是屬於中國無法 對對 現在就是最近這幾年 有人到藍船地區去受戒 藍船夾沙比丘這樣 一方面有的是這個變 有的是好的方面是入境水俗 如果變質方面我們就不要談了 如果是這方面那還好 那如果有些他來這邊就是說 好像有些這種變質的行為的話 那這樣就不理想了 OK 好 我們現在看二十一章的守護六根 這裡就是講說 我們在立遠對境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才不會成為境界的奴隸 好 雲和不守護門 就是一個人不守護六根 是什麼意思呢 魚之無吻凡夫 眼見色矣 魚可念色 眼見色矣就是一般眾生 看到各種的境界 現象界的一切人事物 這些都是眼見色矣 看到這些現象界的花花世界這些 魚可念色 這可念色就是說 你說可意境啦 順境啦 你敢於的境界啦 你敢於的境界 遇到這些 你可愛的 你假意的 你順 這些那種你可意的這種境界呢 你覺得好的境界順境呢 那你就會怎麼樣起源澡 這個源澡就是愛澡了 你就會去愛 談澡了 而起源澡就是會取談愛 如果遇到不可念色 也就是說遇到那個逆境 不可意境呢 那你就會起誠心 尤其中你不敢於的境界 你就承諾 尤其中你敢於的境界 你就要抓去 遇到你要的境界 你就拼命抓 遇到你不要的境界 你就拼命地排斥 抗拒 承恨 不住深戀住 這個就是說他沒有好好地在觀察 這個當下的身心的這些變化 故於心解脫會解脫 無如時之 於彼其種種惡不善法 不得無與內盡 於心解脫會解脫 妨礙不得滿足 也就是說 後面再練完 深滿惡行不得休息 心不急靜 已不急靜固 於其根門則不調伏 不守護 不休息 如是其他的六根也都是一樣 也就是說 你看我們一個人的眼睛 常常成為跟境界接觸的時候 我們六根 眼耳 鼻舌身意 外面的六層是色聲香味觸法 一般眾生眼睛看到外面的色塵 或是耳朵聽到外面的聲音 聽到好的 你就一直地抓取 就會抓取 聽到不好的 你就會起撐 眼睛一樣 看到你所要的那個這個境界 你就在抓取 看到你所不要的境界就起撐 我們耳朵也是一樣 聽到你想要的聲音 人家把你保理 誇讚你 說你很聰明 說你很能幹 說你好的這些 你的尾巴就翹得很高 你的心就被人家幾句讚揚的話 就把你牽得走 同樣的 人家毀謹你幾句話 講你幾句話 批評你幾句話 你內心不想聽的那種聲音傳進來了 你的內心遇到不可一靜 你就起撐 所以我們眾生的六根跟六層接觸之後都是這樣 這個就常常成為怎麼樣呢 常常成為境界的努力 一個人 你內心就是你沒有回來 試煉柱就是這樣 讓你的心能夠回來 看你當下的深受心法 那如果一個人 你的心沒有內斂的話 沒有回來 沒有守護六根的話 那你一般眾生沒有修行的眾生 就是常常成為境界的奴隸 你六根都一直向外攀遠抓去 然後又被境界牽著鼻子走 八風 只要一風就把你吹東 你就向東 就是東倒西外這樣 那今天要修行就是要讓你的心面對 不管是可一靜或是不可一靜 你都能漸漸做到 擬擬不動 這個擬擬不動並不是說麻木沒有絕智喔 這樣子 你不會成為境界的奴隸 好 如果一個人很在乎別人的評論評斷 你的心也沒辦法真正安置下來的 當你靜下來之後 你又會去抓 誰又講怎麼樣 誰我做這件事情 別人不曉得他的看法怎麼樣 我們都很在乎別人的評斷 心你沒辦法安置著 你沒辦法安置你 好 所以這就是說我們心都常有經界奴隸 好 那修行者呢 怎麼才叫善守護根門呢 好 看中間後面 最後面這一段 一百七十月後面這一段 多聞聖地子眼見色儀 語可念色呢 不起遠藻 就是不貪愛 你遇到過去習性會貪愛的那種可愛色呢 你今天不會去起貪愛了 遇到不可念色 也就是不可欲境呢 你不會起稱心了啦 常設其心柱深戀柱 因為你的心已經安住在試戀柱上面了 你都隨時在等說在明覺你當下深受心法的這些變化了 所以無量心解脫 會解脫如時之 那你看一方面你的身心柔軟 一方面你的心胸也是無邊無量 你如果心胸很狹窄的話 那你這個範圍框框很狹小的話 你遇到你框框外面的你就反彈 所以這個無量心解脫 你也當不受那個八風吹動 能夠做到不受八風吹動 那個都是要有相當大的這些心胸 無量心解脫 會解脫如時之 以彼所起惡不善法 即昧無語 於心解脫 會解脫 而得滿足 解脫滿足以身惡行 惜得休息 心得正戀 是明出門善守護休息 好 看後面的法律分享 要到達守護六根 已是進入實修階段 何謂不守護六根呢 就是六根接觸到可意可愛之境 就起貪愛連藻抓取 六根觸到不可意境 不順心之境就起撐排斥抗拒 如是身心常成為境界的奴隸 都被境界牽著鼻子走 那什麼叫守護六根呢 六根接觸六成的時候 欲可意境不起貪 欲不可意境不起撐 若起惡不善法 馬上覺察立即改進 如此心有所主 不會成為境界的奴隸 這裡面 這是我們力源對境 很能夠用得上也很重要的一些章節 我們說修行 修行都是要在這裡下功夫 要把這些落實在日常的力源對境中 這樣子 修行不是在那裡懂一些知見這樣 不是在那裡爭辯 而是包括修行的功夫定律這方面 這個都是要檢驗 那你的檢驗是在哪裡 都是在你六根跟六成境界接觸的時候 你有沒有跟以前不一樣呢 修行是跟自己比 不是跟別人比 記得 修行是跟自己比 不是跟別人比 你自己有沒有一天一天的成長 有沒有一天一天的脫胎換骨 你過去常成為境界的奴隸 現在有沒有一天一天的脫胎換骨出來呢 所以這都是很重要的檢驗 第二節這裡跟前面講的 如等應當守護根門善色其心 若眼見色時 莫取色相 莫取隨行好 最重要的是這兩句話 眼見色時 莫取色相 莫取隨行好 也就是說我們不要只看表象了 包括你要學習的 你要跟他學的這個法師大師上師也是一樣 不要只看表象 不要只看表象 真正有內涵的人 往往他不會很重視表象的 好 再來 後面這些我看我們下一堂課 下一次再講好了 先來看幻想片 先來看幻想片 先來看 謝謝 感谢观看